往南印修行是另类旅游的一种 可以直接从香港飞班加罗 朋友介绍靠谱的旅行车 因为很多人对印度有安全的考量 直接联络阿们准备一个行程给你 也不会太贵 五天花17000Ruby Joe 可以配一个转车跟司机 我喜欢用Anise 因为它很高大 感觉都有一个保镖在旁边 去哪里都不用怕 不过它吃东西喝东西跟住宿都你要住 显贵的话它也可以睡车上 搞不好它晚上也会接一些Uber的生意 班加罗是印度第四大城市 它另外一个名字叫 The Green Garden City绿化公园城市 我们第一站是Iskan Temple 算是城市人的修行地点 它是又快速又方便的一条龙 从拜拜吃饭买东西 只要你乖乖排队都可以办到 这边的信徒相信 只要你念Hare Krishna 你就会开悟 他们相信Krishna是神最有力量的化身 因为他透过The Bhagavad Gita 波切坊哥传递了宇宙的奥秘给人类 这边吃饭很便宜 虽然食物很简单 但50Ruby就可以吃饱了 一个修道院 他们的住宿算贵 两个人一碗2800Ruby 不过它还是比其他都市中心的饭店便宜 包括纽约 台北 东京等等 但每天的修行课程非常的满 但如果你不喜欢度私修行的感觉 可以转到塞巴巴的度假村 Hutta Party 班加罗往北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它的氛围放松许多 修道院里要保持静于 Silence 但是还是可以走马看花 阅读里面的规则 打坐 在阅读里面的规则 看吊项 还有最重要 继续保持Silence 实地塞巴巴是世界出名的活佛 听说他的磁场产生一个15公里大的粉红泡泡 被他嬉皮的信徒成为爱的泡泡 他的教导充满奇迹 又很古计划 世界分愿有1200个 And the food 又好吃又豪华 这餐才44Ruby 修道院的房间也很便宜 只要你懂得尊重其他人 就能享用两个人一碗400Ruby 但环境稍微差了一点 但如果你想住好一点 两个人可以花1600Ruby 到修道院外面 The hotel side renaissance 你看这个房间多干净 哇 开心了吧 又有他们的守护 修道院外面有很好喝的菜梯 第一印度拉茶 Check it out 整份有红茶牛奶大量的糖 还有很多印度香料像豆角啊肉粿什么的 稍微看起来有点不卫生 但是很好喝耶 Alright 终于到处来了 Cheers Oh yeah 印度拉茶 到了Booter Party 不要忘了逛街 因为很多塞巴巴的东西 塞巴巴的海报 塞巴巴的香链 塞巴巴的平安服务 塞巴巴的雕像 塞巴巴的英油精油 大部分都算是很便宜的伴手梨 但是最有名是塞巴巴的香 可以支持Booter Party的经济 有空可以坐个嘟嘟车 去看塞巴巴创造的景点 成佛的地方 Holy Tree 听说在这个树之下 像佛琢一样 也可以望着整个Booter Party 以前是一个森林 这个咖啡色的地方本来是河床 现在的南影眼中的吹水 就是塞巴巴的学校 塞巴巴的音乐学院 塞巴巴的小巨蛋 塞巴巴的体育学院 塞巴巴的大医院 但是别拋太远 防止越来越荒凉 开始会有人跟你要钱 表示你拖累了15公里爱的泡泡 等到你Booter Party度假的够 你可以往南边跑 去埋索尔 阿帕基的修导院 学习瑜伽脉轮与外星的能量 与徐甘阿帕提撒吉的南达 外号 阿帕基 印度教最神秘的蚕丝 它随着当下的缘分 传成最古老的智慧 它总是 随机出现 神秘教导 瞬间走 所以 它修导院的房间很难订 虽然很便宜 才两三百Ruby而已 但是要记得 这里没有热水哦 有幸在这修行 可以挖掘很多的秘密 例如 你的生日是什么神明 像我弟弟是石婆神 然后我是一个很少人知道 又不爱穿衣服的神 算是一种古老的能量阅读 再搭配适合个人能量的法器 与阿帕基心灵冥想音乐 就能加持你冥想的品质 协助你探索人类不同的意识状态 发现内在的师父 以及认识你脑子里要训练的动物 这里修导院以外 什么都没有哦 最精彩的应该就是印度拉查吧 但过马路要很注意哦 很重要 你看右边 你看左边 你突然回来 你会被骑到车子 你会被骑到车子 所以你走到街上 你走到街上 你走到街上 等到你没有车子 然后你开始走 然后你走到街上 然后你走到街上 快乐 这里的印度拉查不做喝 一杯才要十块入米 喝完只能会修到院 继续修行 修行完就可以请司机阿尼斯 送你到机场 两个半小时车程 回班加罗国际机场 这样我们的林类修行旅程 就完成了